你知道现在只要花5美金 就可以每个月领G-Log 150美金的API使用额度吗 嗨我是阿湯 最近都来教大家制作各种有的没的耐AI聊天机器人 有记账的有形势力管理 综合AI Facebook留言自动回复等等 最近我也持续的还在做像是分帐啊解题啊 产图啊之类的机器人 相信大家在跟着制作这个过程 光是反复测试就很常会耗掉 OpenRouter的API免费使用额度 这个有好一点的解法 就是你知道除值10块美金 免费使用额度会提升到每天有1000次 基本上自己使用的绝对是绰绰有余 不过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更佛的 就是由Elon Musk创办的XAI服务 这个AI模型叫G-Log 在两个多月前呢 其实就给开发者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福利 只要你储值5美金 然后分享你的API数据给他们使用 每个月呢就可以获得150美金的这个API使用额度 G-Log 虽然整体来说呢 比不上已经发展好一阵子的这种 Chat GPT GEMANY 这些AI的模型 不过呢我觉得用来开发 Nine AI机器人是非常绰绰有余的 往下我们就要教大家来怎么取得这个每个月150美金的使用额度吧 Go 好首先第一个步骤呢我们就先到XAI的Consult的登录页面 如果你没有注册过呢可以先点击Sign Up 然后透过Exforce Google帐号登录 这边我选择Google登录 第一次登录使用呢他会要求你设置账单的资讯 然后之后还有绑定信用卡等等 然后开始使用API Key 好你可以先点击Setup Bidding 在设定之前呢先不用急 你先看好再下手 也就是呢大家呢如果要确认自己 有没有可以领取150美金的这个免费额度的话呢 点击左边的Credits进来之后呢 先看一下右边这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字说明 它意思是说呢 你可以取得每个月150块美金价值的这个API 额度可以使用 主要呢就是分享你的API使用数据给他们 去做演算训练使用 好那这个按钮呢目前还不能按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需要加值5块美金在里面之后 就可以点击这个分享你的资讯给他们 接下来你就会获得每个月呢 都是150块美金的额度可以用 150块美金的额度大约可以用多少呢 我大概算一下给大家看 如果以他们目前的计费方式呢 大约是百万次的Token 才会耗费到15块美金 也就是呢有10倍可以使用 大约可以使用1000万次的Token 我想对于一般个人开发 就算你用在商业用好了 你要直接达到1000万次每个月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啦 那你确认要领取之后 也确认这边有出现这个资讯之后 那你就可以回到刚刚的Billion的页面 这边要新增两个部分 第一个要新增呢就是你的账单资讯 好我们点击左边有个edit 这边要填写了有名字 email 然后账单地址 好填写完之后呢就按储存 好接下来我们要加值5个点数进去呢 也就是5块美金 这时候我们要新增我们的付款方式 点击右边这个 add method 输入你想要付款的方式进来 好将你的账单资讯 还有付款方式都新增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 我们来除值点数 好这里prepare credits 然后我们可以点下 然后这里直接输入5就好了 然后再按下一步 好这样就除值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先重整我们的页面 好你会看到刚刚不能按着这个按钮 它变成是sharedata 然后我们把它按下去 然后按confirm 好这样就完成 你看我们就取得了150块美金 这个呢目前只要他还没有发布取消公告的话 每个月呢都会重置为150块美金给你使用 所以呢你不论用到剩下多少 10块美金20块美金好了 最后呢每个月他都会重置为150块美金 我觉得蛮划算的 因为你只要除值5块钱 然后就可以有150块美金的额度可以使用 对开发者来说真的是蛮吸引人的一个条件 好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Geroke的这个AI呢 到底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这个Line的综合AI助理 好这个呢其中有一条线是 直接变成AI的功能嘛 那我们来试一下把这个OpenRouter呢 我们把它换成是XAI 好比如说先把Nine这个安令 好这边点击新增一个 在这里面呢它叫做XAI 你可以把它新增进来 点击创建一个聊天的模组 这边要建立一个连结 好这边只要输入XAI的API Key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在哪里建立呢 回到我们刚刚这里来 左侧呢这边就有一个API Key 好这里点击Create API Key 好比如说是NineBot 然后这边都把Emble 然后储存 这边呢就会产生一组API Key可以让你使用 然后复制起来到我们刚刚Mac这边 然后把API Key贴上去 然后按Save 确定一下它可以连结成功 然后连结成功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这边呢 选择一下模型 这边就有G-Lock的各种模型可以使用 目前它最新呢主要就是第三代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选G-Lock3 Beta 这个版本就好 好再来一样是Message这个部分 Raw呢选择User Content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先不要填先等一下 我们按Save 我们看一下OpenRauter这边 原本Content我们是怎么填的 我们按照这个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好 然后复制到XAI 把它贴过来这边使用 就是我们给它跟OpenRauter这边一样的Prompt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OpenRauter删除掉 然后XAI移动一下 我们把Line移动过来 它就会接上去 接下来我们要修改一下Line的输出讯息 原本是从OpenRauter 接下来我们把它改一下 删掉 换成我们XAI输出的这个内容 在这边Choices Message Content 这样就替换完成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 透过G-LockAI 让这回答的感觉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尝试送出看看 今天天蝎座运势如何 你看这是透过G-Lock3回答出来 但我觉得它回答的速度好像有点慢一点 我发现一般的询问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像是即时的相关资讯 它是没办法透过网路连线的方式去查询 然后我有大概查了一下 就是就算你是开发者的话 如果想要用即时连线的功能 必须要你的帐号本身有开通 Super G-Lock 的方案 或者是你有相关企业合作 然后你才可以使用即时查询的这个功能 不然你只能直接去用XAI线上版 那就可以使用 这一点我觉得小小可惜 不过我觉得它像是用在一般处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模型 像在里面它可以使用文字或是图片 不过G-Lock3不论是mini或是fast 它就是只有文字的功能 那如果你要使用图片的话 目前就使用G-Lock2的版本 1212这一个 它可以同时拥有文字或是图片 或是一代也是一样有文字跟图片 我想用在一般打造这样的机器人来使用 应该是蛮绰绰有余啦 特别是150块美金每个月 真的是蛮香的啦 看完上面的教学 大家都拿到每个月150美金的额度了吗 虽然不知道这个福利会发放多久 但是我猜短时间内为了要增加模型的训练数据库 应该是不会那么快就停掉啦 毕竟AI就是要靠大数据来训练才会进步神速 你看看去年的这个ChartGD跟今年的版本就有多大的差异 拿到后呢大家也可以试着把原本制作这些AI的工具呢 替换成G-Lock模型试试 或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哦 大家如果还对于什么样的AI教学有兴趣啦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我是阿唐 下次见 拜拜